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4月7号 今天你们应该都看到一个新闻了 就是说广州三元里这边二次爆发 疫情二次爆发三元里 这边有说三元里疯了的 也有说摇台疯了的 看轮子媒体江涛聚焦 说十来分钟吧 说了很严重 特别特别的严重 我看了以后心慌慌的你知道吧 然后石头跟傻逼把这个事放到会员视频里面了 估计没放什么好屁是不是 但我也看不到 但我觉得还好 他这个放会员视频里面 估计也就忽悠一些傻逼吧 不过我跟你说 你别觉得我骂时光脸 你们有些傻逼感觉 你怎么能骂石头呢 是不是他有言论自由的 我跟你说你不要再给他冲会员了 你想看什么新闻 你直接去大纪元好不好 你上不去大纪元的话 你去他们希望之声上去看 时光脸就把那些轮子的东西 又咀嚼了一下 把那些死他自己又咀嚼了一下 然后再拉出来给你们吃 你知道吧 我现在告诉你们 源头拉死的那些死就是轮子媒体给弄出来的 你们直接去吃轮子的死还新鲜好不好 但是呢 这个新闻既然已经爆出来了 说真的啊 我是比较慌的哈 我们先看官方是怎么说的 官方呢 是说 反正是有四个外籍的黑人 然后呢 加上两个本土的 一共是六个人感染 然后呢 那一片是 已经不营业了 对吧 就是说那一片的店铺呢 都已经关门了 但是摇台没有封村 只需要那个健康码啊 就可以自由的出入 这是官方的说法 然后呢 那个我也没看到时光脸是怎么说的 对不对 但我看了江涛是怎么说的 声音里疯了 声音里炸了 什么中共病毒啊 反正这种论调哈 包括也拍了很多的视频 就是用红色的那种东西 把那个村整个给挡住了啊 就是包括还有一些说 我不能再透露了 我怕被抓啊 什么反正总体就是一个说法吧 就是二次爆发 当然他没说的那么清楚 但是所有的语言也好 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好 都是在往那个方向去引导 这个新闻我为什么说 对我来说比较有意思呢 因为我看了这个新闻以后 我觉得老子也当一个公民记者啊 咱也去当一回陈秋实 好吧 因为呢 我这边立那个摇台 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 反正紧敢漫敢能过去 所以说呢 我今天就去摇台 看了一下 我想用我的行动啊 去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我们下面看我今天拍的这个视频 因为这个视频确实是拍的有点长啊 你们真要是真要是说 真要是较真儿的话 我也可以把全程给你放出来 但是呢 中间有一些 有一些地方我就快进了 要不然实在是太长了 好吧 你们看一下啊 看见我后面那两个字了吗 摇台啊 这里是摇台 就是现在这个舆论的中心 很多轮子啊 说摇台疯了 摇台 这里有二次爆发了 我们过去看一下好吧 看看事实是什么样子的 摇台的入口啊 看到吗 现在进来了进来了哈 超市啊 正常影响 这个地方呢 是这几天就是说有黑人啊 黑人聚集 然后呢 出现了出现了有五个啊 官方报道是五个感染的 然后呢 他们就说这里又疯了啊 大面积爆发了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妈了个逼得用事实打他们的脸啊 这里面的这些店铺啊 除了涉及到民生的啊 还没有关其他的都关了 这个也正常对不对 毕竟稍等一下 先把口罩戴上 啊 看一下这里是 快点 嗯 超市也在正常营业啊 我今天看那个江峰还是江涛 超他妈的个逼的 啥逼你知道吧 哦 又这里快撑不住了 二次爆发啊 我网州也要见他们方舱医院 反正我现在看到的是还好 都发了 看到没后面那个是菜市场 菜市场 现在我们算是整整逛了一遍哈 吧 摇台 摇台这个地方呢 是 还是目前看来还是比较有的 没有什么封 封 封隔离封锁什么的 也没有像他们 那些傻屁家那样 现实就是这个现实啊 他们可能不爽 对不对 你 你想了解真相 你觉得共产党一定是隐瞒了什么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的 这就是真相 你不爽 死去啊 我跟你说 看到了吧 这是摇台村的具体的一个情况哈 有没有红色的封住的地方 有 现在我们国内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一个村子也好啊 一个社区也好 只给你留一道两个口子啊 就是说其他的地方 以前像这种 特别是城中村 你上百个可能夸张 十几个二十几个出口 太正常了 是不是 所以说呢 现在为了这种管控啊 就把其他的这些口给你封上 留个正门啊 留个呃 后门 两个大的出口 其他的地方就先封住 这个不陌生吧 我相信在大陆的都知道 是不是 都是这么处理的 是不是 你这个不叫封村 这只是叫一种比较合理的管制方式啊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整体的整体的这种营业吧 呃 也算是比较正常哈 呃 其他的肯定是官了 我们 我们这些其他的地方 当时如果说发生疫情的话 基本上也是这么处理的 呃 可以看出来整体还是比较有序的哈 当然了 我也不光说我只拍摇台 对不对 既然来了 来一张不容易 那我们看看其他的地方啊 看看其他的这个 就是他周边是什么样子的 好吧 地铁扣 呃 和美国城是什么关系了 美国城现在 现在这个地方是家豪 呃 附近皮料批发市场啊 呃 可以看一下 人还是蛮多的 全部都在正常营业 这些呢 就是山元里周边的 哎 那些批发市场 在江涛嘴里 就已经啊 彻底凉了啊 没办法营业的批发市场 人家运营的很好 好吧 不需要你们潮心了啊 呃 我今天拍这个视频呢 还是有些想表达的东西的 就是说我们要看清楚 呃 这些轮子媒体 包括有一些号称公民记者 他们的一些手段啊 就是给你报道的是事实 但是那个事实是非常片面的 就好像啊 人家红色的东西摆在那里 只是封住了其他的出口 但是在你们眼里就解读了 解读成封村了 当然你们不会直接下结论 说封村了 你们只会说哎 你看这里封住了 呃 看样子是封村了 然后用一些话术引导 让人以为啊 把这个事情说的就非常严重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耻的 你们为了一点流量 要点脸好不好 不要这个样子 特别是你江涛老师啊 我相信你你今天做这个新闻啊 呃 你应该查的资料是蛮多的 但为什么正面的新闻 我一条没看见 全他妈是负面的揣测的 然后那些负面的揣测的 你就给读出来了 这不合理的 你那么大一把年纪了 还恰这种烂饭吃 不要脸的吗 我操 你你孙子对不对 但你你可能断指绝身的人 是不是 但是你如果说有有儿子有孙子的话 他们怎么看你啊 爷爷爷爷 你为什么老是说谎呢 是不是 第二个呢 我也说一下哈 其实我今天确实是没有像人家陈秋实 哎那么可能付出的代价那么大 对不对 哎然后做了那么多的牺牲 我没有他那大的勇气 但是我实话实说哈 我如果说想做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节目做的比较爆炸 对不对 我怎么做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哎哎我你看有很多还在营业的店主 是不是 然后我过去采访一下人家 我说呢你觉得这次疫情爆发 有没有哎 政府就是政府呃做的不好的地方 是不是 那你说那么多店主 那肯定有人觉得呃 政府其实也尽力了 呃 然后呢肯定有人觉得还好吧 还有人觉得那政府肯定做的不好 然后他就开始吐槽对不对 那你说我逮着这个人 我再问他几句 我说 我说那你说这次新冠疫情 你的经济 经济损失 这些东西 我们再采访一下 然后呢最后简洁的时候 把那些 把那些 呃说的还ok的那些人都剪掉 只留那些骂政府的 或者表达对政府不满的人 那这个 视频就是另外一种效果 这就叫春秋笔法 你们明白了吗 他妈李哲华个傻逼 我觉得我觉得我比李哲华强多了 真的 第一我长得比李哲华帅 虽然我这个胡子胡子拉擦的 但是我跟你说稍微一收拾 那麽李哲华算个鸡巴 操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我没有请他们群众演员吧 对不对 臭你妈 呃 这个事就算了哈 呃 不说不说这个事啊 事就是那麽个事 春秋笔法在很多媒体人 自媒体的自媒体人里面 用的真麽恶心啊 但我们这里 到最后我们要说一下 这个黑人问题哈 在广州的黑人问题 确实是个大问题 其实哥平时的话 可能最多是一些治安问题 对不对 呃 他们他们其实一般也不闹事 好像很少听说有闹事的 呃 实话实说哈 呃 之前网上传说的那些东西 有没有 其实我说吧 你说30万人 他肯定有一些不好的 呃 我觉得平时黑人问题还好还好 但是呢 到了这个时候 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啊 因为他们是 他们聚集的太密集 然后 你又没办法查他们的身份 呃 广州政府 这一次在这个黑人问题上 我不 我不评价吧 我觉得确实是 呃 有改进的地方 是不是 当你问我怎么改进 我也不知道 是真的哈 你说30万 但不能说30万黑户吧 有很多黑户 他们确实是来到了中国 然后在中国这边呢 也待了时间比较长 你说突然间把他这些身份全部查清楚 然后让他们隔离 哇 我觉得真的还蛮难的 但是呢 难不代表你政府不去解决 你不去解决的话 有没有可能真的导致二次爆发 但现在没有二次爆发 是不是 但是有没有导致这个二次爆发的可能啊 对不对 你们作为政府 你们应该先想一步 我知道确实是不好解决啊 但是呢 呃 走到今天了 你不好解决 你还得想办法去解决 太他妈危险了 真在二次爆发的话 咱咱说白了 对不对 说难听点 说好听点 影响我们广州的这个经济发展啊 社会的稳定 说难听点 你那么无啥帽啊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好 呃 我觉得我这一期还算是真正的公正客观啊 呃 这期就到这里了好吧 ืお vibrations 我不得到 一些 有